作词 李宗盛 要让时光从此磅礴 三王妃的琴 对尤德多强了强 看来梨儿之琴也并非一窍不透嘛 那琴啊 换作离居 确实保护尤德的好琴呢 叫我这般不懂音律之人 都听得如痴如醉 果真是世间无二的决定才女 多谢承阳夸奖 轻如公子觉得如何 云姑娘果然情义非凡 有余音绕梁之韵味 但彼人之所以思索良久 还是因为这曲子 怎么说 这曲子并非中原之音律 倒像是来自异语 倩如公子果然厉害 词曲乃一首胡人民谣 前日我无意中听到有人哼唱 觉得盛事好听 便试着弹了出来 何为才也 这便是才 仅凭哼唱就能弹奏出完整的曲目 且如此地动听 这天下第一才女的称号 非我爱妃莫属啊 各位 可有意义啊 我有意义 三王妃刚才那一曲 着实惊为天人 但冷姑娘刚才那一曲 也韵味深长 若要论两者的差异是什么 那应当就是用情不同吧 三王妃手下辅的 可是明晴离居 诸语之音唾手可得 但凡懂得音律的人 一上手便是天籁 而冷姑娘用的 只是一把普通的木琴 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之下 冷姑娘是不是显得 更加卓越呢 这样看来 天下第一才女的殊荣 应当是谁一目了然 秘论 有道是乐者乐也 各位都是我大言国的操琴高手 好坏一听便知 仗着乐器好才能弹出好曲子 怕是甚之不武吧 我倒是有一个提议 不如让冷姑娘借三王妃的离居情一谈 自然能分得出高下 岂有此理 此情是我赠予艾妃的信物 岂能由他人所谈 不要仗着自己是燕王妃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为所欲为 我看你 是仗着这里是云府的地盘 仗势欺人罢 三王爷 燕王妃 这秦义的考量 该是在下的责任吧 有劳两位了 乐者 由心而生 敢于悟 而动故发于生 身外之气 只是心生之用而已 我此行匆忙并未带琴出来 见手中这张琴 是在门口一位琴童手中借的 方才冷姑娘 用一张普通的木琴 却弹出如此深沉幽怨之意境 话昕 于音律之中 这才是真正的生情合意 而云姑娘的疫曲 虽婉转动人 琴意非凡 但却能听得出 这琴意当中 未能共情 由此可见 言国第一才女的头衔 非冷姑娘莫属 谢过秦如公子 谢谢妹妹 你 成 莫要动怒 不过一个头衔罢了 圣旨到 秦如皆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特要秦如公子 于明日虚实 写三皇妃之名琴 离居进宫演奏 今此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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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公子你不止 武艺高强 秦义还了得呀 莫菲姑娘对秦义颇有研究 若是对这离居秦感兴趣的话 在下便可送给你 拥有个人 就去了 你不想要 赶紧 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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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吧 下次我一定还给你 姑娘果然好水 不过这人情也是双份的 这次又不是我让你帮我的 她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莫非 轩儿 轩儿想什么呢 没什么 那我怎么看你脸上有一些担忧 我只是在想 这蛊毒背后 到底有什么阴谋啊 好啦 别再绞尽脑汁了 我已经让我拿哥哥前去打探了 冷风 他会帮忙吗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仇怨呢 那太好了 王爷王妃 冷公子来了 快快请进 走 见过燕王 燕王妃 免礼 都是一家人 不必行礼 这弯钩 确实拿黄铁匠所作 买家乃是一伙胡人 胡人 对 经我打探 发现他们正是之前 护送贡品进京的胡人使团 贡品 这儿没有 我这边也没有 我这边也没有 看来这条线索断了 我们还是回去从长记忆吧 可是除了这些 我们没有其他门路了 先回去再说嘛 库房重点也不宜交流 走 轩儿 你说 这条线索怎么就这么断了呀 这帮胡人明显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轩儿 轩儿 我 还有些公务要去处理一下 你先睡吧 我去去就回 轩儿今天怎么怪怪的 哇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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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诶 nominated 当中开花温柔似缠绵 万千柔肠对错难分辨 相思如隔月夜 长相在耳边 奇异如风缠绕心痴乱 望远欲转之盘 缘子难归还 层层跌跌对错难分辨